狩獵是原住民族重要的傳統文化之一 但隨著社會變遷 狩獵文化與法律造成拉鋸 也發生衝突 因此原民會與林務局 在二零一七年六月發布解釋令 將非營利自用狩獵類型納入傳統文化 打開原住民族狩獵自主管理之路 而經過多年協調 新一鄉左水溪縣四部落族人 也正式成立左水溪縣布農族獵人協會 獵人協會成立 最重要的就是傳達狩獵文化的意義 也有族人感嘆 有些年輕族人過去 並沒有受到長輩的教導以及訓練 獵刀獵物除了忘記族群分享的精神 甚至有浪費獵物隨意丟棄在山林的情形 期盼透過協會制度 教育下一代正確觀念 借由獵人協會制度部落未來將要實施自主管理 也以林務局合作進行野生動物資源監測 自治自律管理 回報等工作 並希望透過協會妥善管理獵人獵場 讓狩獵行為更有彈性與機動性 同時達到文化傳承 以及守護自然資源平衡山林生態 原始新聞混帝 男投信義談不到